今天是陸海空軍進任將官訓勉典禮 在這個光榮的時刻 我要向大家表達最誠摯的祝賀 更要代表國人向各位至上最深的感謝 謝謝各位堅守崗位 守護國家安全 在場的每一位將官 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情訓精烈 才能有今天的成果 我也要謝謝現場眷屬的支持 各位都是我們國軍重要的後盾 這幾年來 我們持續推動國防自主 提升守護國家安全的力量 不論是國艦國造 或者國機國造 都有具體的成果 去年底 我們提出了兵力結構調整的規劃 來強化全民國防 在上個月也有首批我們女性 後備軍人致願參與教招 我們逐步落實國防改革 加強國防的戰力以及韌性 在這當中都有各位的努力和貢獻 今天的進任是一份榮耀 也是對各位更遠大的期許 我舉起各位 未來能夠運用領導統一 強化部隊的訓練和士氣 也要落實人才的培育 提升國軍整體的素質 最後 再次恭喜大家敬任 我們一起努力 建構現代化 專業化的部隊 鞏固國家安全 也讓世界看見 我們守護國家的決心 謝謝大家 請 大enn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